日前,针对瑞士对华发出的参加乌克兰问题和平会议的邀请 中方已经给出了正式回复 中方的表态是中国不会出席 因为这场会议根本不符合中方参会的条件 中方明确拒绝参会之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马就不乐意了 在相会上对中方的决定说三道四 大家好,我是石家月,欢迎收看本期的实话实说 此前,针对乌克兰和西方国家主导的所谓和平会议 泽连斯基政府不止一次喊话 希望中方尽快就邀请作出答复 并派出高层代表前往瑞士参加这次会议 然而事与愿违,中方的答复乌克兰是收到了 但并不是泽连斯基政府想要的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中方这里遇到挫折之后 泽连斯基竟在6月2日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公开指责中俄正在利用强大的影响力施压其他国家 要求他们也不能前往瑞士参会 甚至还有一些西方舆论大肆散播对中方不利的消息 称中方不参加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 就是不支持和平 显然,无论是泽连斯基的指责 还是国际上的一些错误舆论 根本就毫无任何依据 而且中方外交部在6月3日也对此做出了正面的回应 我外交部称,中方忠心的希望这次峰会 不要变成阵营对抗的平台 当然,中方不参加峰会 也并不代表着不支持和平 个别国家即便前往参会 也不代表着他们是真心希望俄乌停火 中方外交部随后还说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大概意思是,是否希望和平,是否真心希望俄乌停火 关键在于实际行动 言外之意,中方现在不打算参会 但也绝不会对该会议进行干涉和破坏 你们能谈就谈,但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谈不出什么好结果 也别给其他国家乱扣帽子 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泽连斯基借着相会指责中俄的本意 可能就是要在数十个国家代表面前 公开对中俄进行道德绑架 并让中方重新考虑调和俄乌冲突的现有立场 甚至在立场上要更加偏向于乌克兰 只不过泽连斯基这次并没有达到目的 泽连斯基道德绑架似乎对于中方根本没有用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就在泽连斯基相会指责中俄破坏峰会之后 不到48小时 泽连斯基便再度遭到了重击 而且这一击来自澳大利亚 根据澳媒的消息显示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已经确定 不会前往瑞士出席乌克兰问题和平会议 因为他要在澳大利亚接待更重要的客人 阿尔巴尼斯要接待的重要客人来自中国 早在几个月前 澳大利亚媒体就放出消息声 中国政府首脑预计将在今年6月份访问澳大利亚 因此阿尔巴尼斯放弃前往瑞士出席和平会议 就是要等着接待即将访澳的中国政府首脑 之前泽连斯基政府一再要求澳大利亚必须要派出总理 或者副总理这样级别的政要去瑞士参加峰会 但澳大利亚这次还是站在了中澳关系这边 足以证明相比于几乎谈不出对俄乌和平有利结果的会议 澳大利亚这边还是更看重与中国一道努力处理两国关系 这样看来即使泽连斯基在本届相会的演讲中 又是卖惨又是道德网架 可最终还是没什么用 当然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 在这一问题上还是给了泽连斯基政府留了一些面子 据悉澳大利亚方面针对这次峰会 虽然他们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不会出席 但还是打算派一名负责国家残障保险系统的部长 这样无关紧要的官员去瑞士参会 要知道将在6月15日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和平会议 美国总统拜登虽然要留在国内参加年底总统大选的筹款活动 不打算出席 但还是计划派出副总统哈里斯 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前往瑞士 这样一对比呢 澳大利亚虽然给泽连斯基政府留了面子 但不多 更像是敷衍了事 此外最近还有消息传输 包括巴基斯坦、沙特、匈牙利等多个国家 最终都可能也会拒绝参会 因为在这些国家眼里 乌克兰和西方主导的这场会议的目的 很大成就上可能只想推动按照乌克兰的条件寻求停火 但西方这一目的似乎不可能实现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政要 已经表示拒绝出席 很多对于俄乌现状仍保持公平立场的国家 对该峰会一致表现出不想搭理的态度 所以这场会议大概率只会变成西方的独角戏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也欢迎您长按点赞或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